提蒙梅尔,一个来自德国的怪老头 喜欢70年代的雷鬼摇滚 亚拉河谷整串发酵第一人 同时也是自然酒的遵循者 这几个标签足以让葡萄酒发烧友轻易地沸腾 作为一位忠实的黑皮弄爱好者 梅尔对酿酒有着自己独特的见解 带着一种与生俱来的朋克精神 梅尔在亚拉河谷率先引入后棒去发酵技术 为了最小化的人物干预 所有的葡萄酒在酿造后不进行任何的澄清和过滤 以此来表达红酒本身的风土味道 也因此梅尔常被认为是一个离经叛道的怪人 或是一位疯狂的摇滚师人 如果说上帝发明了赤霞珠 而魔鬼选择召唤了黑皮诺 那么当你品尝过梅尔酿造的黑皮诺后 你会发现那是魔鬼递给上帝的一封情书 知名品酒人Jeremy Pringle 曾评价提摩梅尔的黑皮诺 是亚拉河谷品质最佳的 即使是放眼整个澳洲 也是出类拔萃 于是今天我们带着膜拜的心情 来到梅尔的红五星酒庄 听他告诉我们其中的秘密 这个是医院 他的草食全部用野生教股 不会听爱人工教股 所以说他只是把屏幕 把这个铺到压榨栏之后扔在里边 然后就等着他开始发酵 这是医院 医院 医院 更多力量 是 这个是 这个是两个系列 他其实会做一部分的选择 和一部分的区别 还有筛选 刚才做一个 就是那个 做一个混淆的那个 相对来说 会早采一些 像这个去做百分之百 带梗 也就是他们家旗舰和 道普特面会稍微晚彩一些 在这个采收季 我们有幸在梅尔的酒庄 品尝到了黑皮诺风格的 希拉和佳美 感受不同品种的葡萄酒 在风格上的趋近 和细节处的千变万化 我们刚才尝了这个 Dopter面 就是这是一支全梗发酵的 带梗发酵的 Hobunch的一支 黑皮诺 其实我对这支酒 特别有感情 如果说 我在澳洲 选一支我最喜欢的酒 我来澳洲 我一定要去的一个酒庄的话 那一定是梅尔 并不是因为我现在在这儿 我这样说 其实我说这么太听 我听不懂 但是真的是因为 我以此偶然的机会 喝到了那样 然后当时我的感觉 是特别特别的惊艳 因为在我 我一直喜欢去把 铺道酒去泥人化 因为这支酒对我来说 就特别特别像 一个在草莓田里边 去采摘新鲜草莓的 一个小姑娘 然后小姑娘的头上 还带着一个 玫瑰花的一个花环 当时我脑子就出现了 这么一个画面 特别特别的新鲜 然后呢 它果香花香做得非常非常好 然后整体的 整个的酒的感觉 特别像一个 非常活泼 非常甜美的一个小姑娘 所以当时 我有一只这支酒 在我心里种草 我当时想 有机会去雅拉的话 我一定要去这个酒吧 但是 所以我今天这个 完成了新鲜 其实这个酒是最新年份的 也恰恰是表达了 当时我喝这个酒的一个心情 所以你喜欢的最新鲜的东西 什么是你的最新鲜的东西 你喜欢的东西 它是很瘋狂的,你喜欢它或是恨它 我认为整个酒店的主要是很相似的 不是每个人都喜欢这种酒店 因为你会获得那种草莓的 有些人爱它,有些人恨它 如果有半个人爱它,这就足够了 Karen和Timo在聊的时候,我在不断地尝这个酒 这个酒其实真的是给我特别大的一个冲击力 我在越喝的时候它的果味越漂亮 我很少在一只吃鸭猪里面能找到如此多的果味 大家都知道,我们特别爱好者都知道 吃鸭猪入口之后,前段是空的 它前段是缺少果味的,后段的这种结构感 包括中段的爆发力才出的 更多人是喜欢吃鸭猪的结构,而不是喜欢它的果味 但是这只酒真的是我喝到现在应该是我们的果味最好的一个 而且大家都知道吃鸭猪是一个丹尼怪兽 它有很多的这种丹尼,而且结构非常扎实,非常明显的这种丹尼 但是这只酒因为它是用了全品发酵 所以说丹尼做的非常非常的细腻 这个酒我如果说拿给大家盲品的话 应该没有人能采出这种吃鸭猪 这只酒我真是特别特别喜欢的 我重点给大家推荐一下这种酒 特立独行,见走偏锋 Timo只为做出与众不同的酒 做出真正有特色的酒 而我们在此行为累的多重体验中 对Timo的崇拜未完待续 这个大家都知道我是这个梅尔廷 然后呢,这次也是来了贼不走空 还是有收获的 这个大家都知道这个梅尔的酒 其实产量非常非常小 我们看整个这个规模也非常非常小 在中国也是一瓶难求 我们一共还有36瓶左右的配额 但是呢,今天我淘了这个几瓶老年份的 2006年的,10年的 还有一个他已经完全停产 不再生产2004年的一瓶刷子 他这个其实不是百分之百货棒式 所以说他用这种这种 非常非常难得 我回去也要去试一下这个 他这个酒沉年的一个潜力 因为一般来说 这个货棒式酒的沉沉潜力 不会特别特别强 但是我特别特别期待 因为他就没眼 好 好